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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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不过我们要了解到其实俄罗斯近期是不断把他们攻击目标 朝往西部大城 甚至上次已经攻击到距离这个边境只有20公里的城市 可以说是相当的逼近这个关口的地方 那其实他们北约这边已经强调了 如果你再继续攻击这边物资的话 就等于是对北约的宣战跟较劲 那北约这边也其实做出了相关的应付跟准备 比如说我们在波兰的空军基地的附近 就有发现到其实由NATO的空中加油机 还有美军的E-8C空中指挥机 其实这几天就不断不断在空中进行巡航 那附近应该有战机在做附近的侦查 以及保护的工作 那甚至呢北约他们在挪威也进行了相关的联合军演 我们来看看稍早的这段画面 好你在画面上看到这款飞弹呢 其实就是次真飞弹 就是日前在乌克兰战争当中 战功标柄打下了多架俄罗斯的战斗机 跟直升机的这款飞弹 这次呢也被北约的联合演习中 那来做实战上的验证 不过目前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保持这条交通运输 这条生命线要到能够持续的畅通 能够继续把物资能够往前线来支援 这才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 那稍后有最后的最新的情况 也会随时带你做了解 先把时间镜头还给棚内